大家好,再一次歡迎你們來到城市大學這個電視頻道 這次可能是我們城市大學歷史上的第一次 online information day,希望大家習慣 其實我們這次來到都是關於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那就是其實我們一向都會在每一年的information day 大學資訊日都會有一些關於畢業生就職的講座 每一次都請一些畢業生回來做各行各業 跟大家說一些出路的問題 因為我們讀大學雖然是求知識 但是其實出路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而且並不是一些什麼不應該害臭地說 讀大學都是想找一份好的工作 那我們這次有一點特別的就是 我們這次並不是想說找工作 而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一條出路並不是找工作 而是一條可能大家平時想不到的 或者很少談論的一種出路 那首先介紹我自己先 我自己是林潤華博士 我們化學系的一位副教授 專門是教生物化學 所謂爆chemistry 當然我們今天不是講一些知識的事情 但是都是關於出路的問題 我們身邊有一位我們的舊生 Marco 我今天才在電燈網見到他們公司 關於一些公司的討論 今天首先很高興邀請到Marco出席這個講座 我們首先介紹一下一點點交調請 然後再交一個咪給Marco介紹自己 那現在看到這個其實並不是我做的 是在網站上剪出來的一張圖 讀大學science就是science 其實這個詞我只是第一次聽的 但是真的很貼切的 又浪費錢 因為交學費 又浪費時間 不過找工作是很低人工的 那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因為這個 讀理科出路的狹窄 和人工低而影響到你的選擇理科的意欲 或者選擇化學的意欲 那我自己覺得那你有興趣 如果你沒有興趣就不要說 如果你沒有興趣的話就千萬不要 選一些你沒有興趣的東西 那如果你有興趣讀化學 而又覺得找不到工 所以不敢讀 反而讀一些你沒有興趣的工的本科 好像一個很悲哀的事 意思是說 這個連登 大家都是連登仔 我們都是香港人 這個連登的一個 好像是昨天的一個 出了一個東西 什麼大學有什麼科的最中伏 其實很多人都會選擇理科 理科都可以黑食 那就是這麼慘 有些人就說 其實理科就是數理化這些東西 順理科 不代表應用理科 比如是電腦那些 順理科其實是一個很中伏 很多人都說的一個職位 是 而事實上呢 這個是我們去年 我們Department 法學系Department的 學生的出路 那見到其實都不差的 大概 我們都 即 失業率只是 只有1% 那我們有八成的人 覆我們的問卷 那然後 裡面 其中有大概一成的人 是繼續讀書 比如讀PhD 如果不是繼續讀書的人 就會 上班 上班就是做這幾樣東西 會做一些研究的工作 在一些大學或者私人機構做研究工作 或者是做銷售士 又或者是做這些關於technical 就是 我會是testing lab 這些之類的工作 那如果你去到 這個日積中位數 就是第一年出來找工作的錢 那這不是秘密來的 這是在我們大學的網站 是可以 找到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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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那 這個 descub 那 那 那 的学位,我们的Department今年收50个人,即会有50个化学主修化学的毕业生,会在2025年毕业,即是与你的同届,而事实上很多大学都有化学系, 全港每一年大概有200个化学家投身这个市场,他们都是做这些工的,其实你都猜到,就是一些化验所,做老师,读PhD,就是做化学家,或者是环保工作,做售仇士,和政府工,政府工就包括了食环署这些东西。 这件事我们连年都是跟这些学生这么说,意思上大概我们每一年的学生都是报这些工,但是我们思考的地方就是,我们全港一年有200多个化学的毕业生,其实他们全部人都是报这些六个范畴的工的,没什么特别,没什么优势,大家都是这些东西,三大,和我们城市教制, 在化学系就是香港第二位,其实我们是第二位,有人第一位,有些人大学就是第五位,其实都是欠这些工, 所以他们的收取录的因素是很提高学生个人的风范,他们的修养,和当然学业成绩。 其实除了这些工资,还有没有其他出路呢? 我们今天想说的是一个在这个网站里面没有的出路,就是科创和创业,香港仔终于夹杂,我们叫做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这个字意思就是创业。 那个想法就是,其实找工作,就是找老板出粮给你,其实就是很大脑的事,是不是? 但是是不是真的一定,我们大家年轻人是不是一定这个是唯一的出路呢?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自己开一间公司,去我出粮给人呢?你们要出粮给人呢? 那么这次我们想用半个小时的时间介绍这件事。 那么这个章子是关于这个世界的统计,就是全世界,这个是我们可以得到最新的资料是两年前的, 那么一个统计是统计全世界,每一间大学,每一个国家的大学毕业生,大学毕业出来那一年,他们究竟有多少人呢? 并不是去找工作,找一个老板出粮给你,而是自雇,也都不是失业,也都不是做散工,而是有一个职业,而这个职业是自雇的职业。 那就是由最多一路去到最后,那讲笑话,绿色就是刚刚毕业就出来, 紫色就是毕业后五年自雇,那你看到呢,这些国家的名字,世界不同的国家,中国是差不多是最低的, 就是说呢,中国包括了香港,就是在这个统计里面包括了香港,他们是,我们的毕业生是很少人去够胆去做一个自雇的人士的, 而这个是,以不同的全世界大学不同的学科,那我们的化学就是自然的科学,都是很低的,反而呢,读理,读文科,那你读 business 就没得说了,读文科反而是最高的, 就是做自雇人士,自己开公司,帮人摄影,做production,做动画,这些东西。 那这个就觉得,令我们觉得有一个迷思,究竟是我们的学生不够好,不够勇敢, 但是,我们教我们的学生呢,都是偏重于知识上的教授,而没有什么关于创业的教育呢? 那,而事实上呢,刚才我说的,你的创业就是我第一年大学毕业,我不去找工作,我自己开一间公司, 那当然,有很多人不是这样的,有很多人就会是第一年毕业去找份工先, 看一看在人家的公司打工是怎样,在你的老板那里吸收一些经验, 比如你做费验所,或者是做business,就是商业,学一下一些东西先, 五年之后呢,自己出来开公司来打拼,那又行,又或者呢,我大学毕业出来, 就是自己看到这一位找人的老板,即使你找到公司,即使你找到一份工, 即使你找到公司 lunch,即使你找到公司,即使我们的老板, 直立即找到公司,即使你找到公司,即使你找到公司, 然后,在公司的时候,即使你找到公司的老板,即使你找到公司, 這工已經再不是一個普通理科生、質化學生、畢業生所找的工了 因為你已經是一個有經驗、有實戰經驗的創業家 於是無論如何,你在你的事業的什麼階段創業都好 似乎這個是一個很少人去考慮,而又是有著數的經驗 當然是很難的,例如我有一個朋友Marco So 他是一個香港出名的年輕創業家 我跟他經過無數次計,他說了一句令我覺得很感慨 他就說其實你開公司並不是因為你很渴望去賺錢 又或者是你真的很有野心去開一間大公司 而是你要知道你對人生有什麼要求 你要知道你的人生你想做什麼 這位朋友就是我們的舊生Marco 其實他已經在這裡了 那我今天就暫時說到這裡 我現在就介紹一下Marco給你們認識 讓Marco說給你聽他的故事 然後回來後再做一些總結 然後再給你們問一些問題 我和Marco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問我們 好嗎?Marco 你好 好 那我開始了 我簡單介紹一下自己 我現在 我是讀City Applied Biology 即是現在都是在UnderCamp Under化學系 那現在正在管理自己的一間公司 在科學院的一間BioTech公司 其中一個project就是Factive 是一個護膚品品牌來的 那老師找我的時候 我就在想 那講什麼好呢? 是否應該講一些創業的策略等等呢? 一想一想一想就覺得不應該這樣做 因為我覺得 第一我是一個不喜歡聽別人說的人 所以我自己也不經常聽別人的指示 我也是喜歡走自己的一套 所以別人的指示又沒什麼用 還有我覺得每人的路都很不同 很難有一些很實質的方式 說你的人生應該怎麼走 因為你將來會遇到的祭遇 所有的因果 你都是會猜不到的 但這個就是人生有趣的地方 就是你猜不到你十年之後是怎樣 所以我就在想 我知道大家是這個DSE的 我是第一屆DSE的 DSE的白老鼠來的 我知道大家是Form 6 Form 5 那我就在想 我在Form 5的時候 Form 6的時候 是在做什麼呢? 然後我發覺 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當我在Form 6的時候 當我在Form 3的時候 我是想做一個律師的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香港通常都是一個C醫生 最好最型 但是去到我Form 4的時候 我開始在思考人生的問題 我開始思考人生究竟有什麼意義 那當然是找不到答案 現在都找不到答案 就是現在我是覺得人生的意義是沒有意義的 人生每一個人的意義是自己賦予給自己的 所以我去到中六檢科的時候 我是A1是擺CONG U的文學院 CONG UBA 因為想著想讀音樂的 其實第一是 第二就是擺City的Bio Apply Biology 就是因為我自己的興趣 除了音樂之外 我覺得我第二個興趣就是 就是會在Bio 所以我選擇科的時候 因為我思考完那些人生的問題 發覺不如選擇簡單單 選擇自己喜歡的東西 很多事情都沒得想那麼多 很多事情的事情 你都不知道它是怎樣 然後我看回 教授剛剛講的那個圖 我覺得挺有意思的 你說第一是讀文學院 例如Drama, Music, Dramatics, Music 我當時A1是擺City 可能也是顯示了我有點性格 所以我不打算講那麼多策略 我打算講什麼呢 我純粹分享一下我的經歷 看看對於大家當作聽個故事 整個創業的旅程 是由我在讀了City的Bio 的第二年 在第二年開始的 因為那時候就加入了一個比賽 就是相片裏面的這班人 那個比賽就叫做iGEM 這班人是代表CityU 在一個暑假的時間去做一些實驗 然後將實驗的成果 那個比賽是什麼 那個比賽是一個關於基因工程的比賽 即是去基因改造一些細菌 去達到你那個project的目的 我們那時候是做 基因改造一隻大腸幹菌 目的是希望令它可以變成一種益生菌 在腸裡面吸油幫人減肥之外 就是將那些油轉成DHA 就是一些有益的東西 就是這班人 然後玩了一個比賽 我覺得其實大學的教育 或者是教育 廣義的教育 其中一個很偉大的地方 就是不是在於一個知識的傳授 而是在於一些inspiration 因為透過那個比賽 CTU給了這個機會 我才看到原來各個世界是這樣的 原來去到那時候去MIT做表演 看到不同的東西 我發現原來找到一班人 是可以玩到一些project出來的 當然那時候的project 就是完全是沒有商業的考慮 在裡面 好像是一個研究 project 然後我們這班人去完個比賽 回來之後就想 我們可不可以繼續做些事情 可不可以繼續 找些project來做呢 因為我自己個人就是不是特別喜歡打工的 所以就開始去apply一些funding 第一個funding都是CTU給的 第一個funding是 因為其實現在我覺得做科技創業 是歷史上最容易的時候的時間來的 未來可能更加好 但是現在是最好的時間 因為無論大學 包括政府機構創新科技署等等 它都有很多funding去支援 做一些關於商業的一些研究 所以那時候第一個資金 就是CTU給了二十多萬 我們有地方都沒有的 這件圖裡面左邊穿格仔衣服 那個就是那時候領著我們的professor 拿了二十多萬 你買到一些reagent 買到一些實驗的用品 但是其實都是沒有的 就是你出不了量給自己 那時候是借professor Kong的半張實驗台 幾個人在這裡開始鬥一下project 那麼我們的project就由 那個reagent我們的比賽是二元一四年 二元一五年開始拿第一個funding去做這些事情 那麼我們在過程中 我們做的事情改變了很多 由一開始這個比賽的大腸幹菌 就變成做海藻 用海藻來做DHA 就是魚油 用海藻來做魚油 是第一個project 再慢慢慢慢演變 就演變到現在是其中一個project 是做護膚品 就是Factive這個品牌 以及利用海藻去做一個抗濕疹的科技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沒有得很計劃 就去做就可以了 然後去到2016年 因為我們有提供資料 然後會有些progress 然後用那些progress去提供更大的資料 我又拿過一些創新科技署的資料 那個都是創新科技署去派給大學 然後大學去screen team 給他們的 都是拿了這些resources 然後於2017年就進入了科學園 下個slide就見到我們現在的lab 這四個是我們現在的colle member 後面就是科學園的lab 其實整個journey很夢幻 我在中學去科學園附近踩單車的時候 我真的有想過 如果有一天可以在這裏工作也好 但想不到之後有一天可以在這裏公司 所以現在其中一個progress 就是factive的護膚品 就是這裏公司 在這個journey之中我學到什麼呢 我學到的第一件事就是 好像professor m介紹我出來的時候 就是你要找到你自己想做些什麼 因為那個drive 我自己覺得就不應該放在金錢或者材料上 對我來說 金錢或者材料是一些byproduct 我覺得你相信一件事 然後你做好它 那些金錢就會來的了 反而你把目標放在錢裡 你未必可以有最多的材料 可能我的journey是比較幸運或者特別 但這個是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現在相信去做那件事是什麼呢 然後我注入我公司的value 那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想做兩件事 第一就是為人可以帶來一些inspiration或者感動 那這個是比較emotional side 另外一邊就是希望可以做到一些東西 是contribute to人類文明的發展 可能很大的事 很小的事也好 那這個是比較理性方面 因為我覺得其實 就是as a scientist 當然想做些東西對世界是好的 但是其實有時候世界 就是我們的生命 很多時候都是有一些小的感動 或者有一些inspiration 是令到我們可以享受現在這個時刻 那所以為什麼我們做brand 就是因為一個brand 一個brand是一個statement來的 你上面每一個設計 你怎樣去做每一件事 你是在表達著自己 那我就希望透過一個brand 可以令人有inspiration 就是譬如你看到這張東西 你看到這張照片是這樣拍的 如果你覺得拍得好的話 如果它可以讓你帶來 啊可以這樣的 我們就很滿足 就是能夠為人帶來inspiration 第二就是為人類文明 可以做出一些貢獻 譬如現在我們在研究濕疹的科技 那就是 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的 這件事是一直去推動 推動你去 推動你去生活 因為生命就是沒有意義 意義就是你要自己賦予給自己 那這件事你設定得好 你就很有 drive 去做任何事 而之後其實其他人是看到你的 passion 你找到這件事 你深信這件事 其他人會看到你的 passion 其他人會支持你 我覺得事情就是因為這樣而成功 然後第二點呢 我在我的 journey 學到的就是 你要找身邊一班很好的朋友 跟你一起做這件事 要因為自己一個很孤獨的 很重要的就是跟你一起做那件事的人 要跟你合理 大家想法相近 相信同一個目標 那很多事情都能解決到 因為我覺得很多技術上的事情 你不懂就可以去學 但是關於心的事情 關於那些事情解決不到的 所以找一班跟你志同道合的人 其實是很重要的 可能很多人在你身邊 因為我其實說真的 現在除了公司之外 我最好友善的人都是我中學同學 所以他們可能會陪你走一輩子 陪你去到五六十歲都還是朋友 這些是很珍貴的 你身邊的人可能將來 會和你做一門生意也不奇怪 所以我的分享就是這麼多 這個就是我的經歷 和我覺得我自己學到的東西 謝謝你 謝謝你 Marco其實 Marco其實我以前也教過你 一直看著你的成長和成功 其實你的品牌 我最初知道你的品牌 我都不用化妝品 所以我就覺得 我很擔心你們會不會成功 但是現在我發覺近這半年 我真的聽到很多年輕人 是用你這個品牌 即是一個香港人自己做的化妝品 其實真的很多人用的 所以就恭喜你先 其實另一件事 你剛才說了 我覺得很感動的就是 我們每一年都會教書 今年九月那時候 新的一班學生來 Marco可能你也知道 我很喜歡和學生聊天 今年新的一班學生來 他就說 你什麼都沒有說著 你有沒有看過一齣印度電影 叫做三兄弟 你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三兄弟 跟三個讀大學的年輕人 都是讀工程和科學 他們成長的故事 那這個今年九月那時候 你先看了一齣電影 跟我說 怎麼教我 你去看 我第一次教書 那些學生給我功課做的 我看了 其實那一齣電影裡 那個主角說了一句 其實跟Marco說是完全一樣的 他說 你千萬不要為了成功去做一件事 你應該是為了 印度文 即英文 這樣叫做Excellence 為了很優秀 去做這件事 成功是一個bi product來的 這件事跟你說的完全一樣 這件事跟你說的完全一樣 那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又想說多一個點 那就可以給大家一點時間 問一下Marco爺 那這個點就是 剛才Marco 他說他的經歷就是 有很多錯摸和幸運 希望可以這樣說 就是一些機會飛過來 你抓住這些機會 然後一個機會變成另一個機會 結果就有今天的成就了 我們科學家 我經常覺得 chances 即是機會 是給一些有準備的人 是不是 於是我們怎樣去 將Marco 這一種機會 變成了一個 為學生準備 迎接這些機會 那我就看一下 如果要這樣的話 我們似乎是要 將整個化學的教育 重新去想一次 就是我們做了這個表 我們部門的同事做了這個表 就是我們先不要想 學習、畢業、考試 這件事 是不是 就是讀書、考試、畢業 我們將它抹走它 先 怎樣去學一種有用的東西 例如 好像剛才Marco說 去為人類 帶來的文明 帶來有用的影響 那我就把它編成了這個表 就是我們首先 並不是入學考試 而是有一個理念 然後呢 譬如是一個發明 譬如剛才Marco說 用海藻去做一些魚油 是一個想法 然後再想一下 究竟這個想法 有沒有人做過呢 或者是 對人有沒有幫助呢 還是我自己覺得很正 而沒有人覺得有用呢 第三就是 究竟如果想把這個想法 去為人去做 提供 應該要做些什麼呢 在創業 有什麼準備呢 然後就是剛才好像Marco說 就是拿少許錢 在一個實驗室研發 第三 接下來就是 知識產權的保護 如果不是你做的事情 被人偷了 就不太好 最後就是 如何去 提供你的想法 給商界去聽 最後就是 剛才就像Marco說的 政府 科學員 或者是一些 私人的投資者 如何去集資 這個表 比起 讀書考試畢業 似乎來得重要 和實在一些 但是呢 我們似乎是 從來沒有教學生 去這樣做的 那於是乎呢 我們化學系 在今年開始 今年的 其實就是明年 你們入學那一年 開始呢 就有一些新的準備 就是剛才這樣說 就是有一個新的course 這個course 我叫Epic 就是史詩式的貢獻 那其實就是 簡舌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ming chemistry 那他們 這是一個course來的 這個course 其實是分了三個階段 那就是這樣 就是呢 第一個course 叫Epic 1 那你入到來 City U 讀chemistry 主修chemistry 是一定要讀的 是不能選擇不讀 並不是選修科 而這個科其實 不用考試的 但是呢 就要給一些機會 你去接觸一下市場 是什麼 究竟是什麼公司 化學公司 你可以去找工 你可以去參與呢 又或者是 將來你在化學 化工行業的 一些 這個行業的同事 是什麼呢 如何去想一個 有用的idea 如何去賺錢 如何去取得 這間公司的平衡呢 這些事情其實是有得學的 並不是要你實際去參與 其實是有得教的 那就不如教你了 然後呢 有另外一個 course 我們叫epic 1.5 就是呢 一些跟現在業界化工 以及生化工 制約的業界的人 聊天 給你認識 給你認識 他們交換了卡片 吃幾頓飯 其實我們有很多這些 這樣的 connections 包括Marco 其實是 幫你做了這樣的聯繫 你未畢業已經認識 一班這些人 還有分的 那麼 到了最後呢 第三個就是epic 2 就是剛剛Marco所說的 研究了 在一個 lab 裏面 我們提供一些 少許資金給你 你去研發一個 你自己的idea 那這一個就是新的一年了 想特別為大家介紹 化學系 你進來這一年 就會開始有這條路給你選擇 當然 epic 1 是一定compulsory 其他epic 1.5 和2 是選手的 其實呢 在你會完成了一個階段之後 其實我們 City U都會有一些 有些分別 還有一些support 這個並不是我們法學系提供 是我們的知識產權 知識轉移 處 另外一個department的同事 向你們提供的 其實就可以 希望呢 有小部分 即有興趣創業的同學 是可以去到畢業的時候 是去到這個 拿專利 還有這個這樣的東西 就是剛剛Marco所說的 去科學園 進駐科學園 問政府拿些funding 的一個機會 意思就是說 將剛剛Marco說的那種 爭取機會 我們將它變成了一個傳統 我們所謂叫 將優秀變成傳統 將它變成一個課程 教給你們 這就是我們今天這半個小時想說的 我們這麼難得找到一個Marco 一個 Marco 我可不可以叫你做一個 熱愛音樂的工業家 音樂工業工業家 不如我們 花一點時間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 打開你的咪 問我們 又或者 如果你不想出聲 你可以用那個 Chat 這個功能 將你的問題 打下來都可以 可以大英文和中文都可以 問問題都可以用英文和中文 打開你的咪 馬虎,既然同學們害羞,我又想來問你第一條問題,可以嗎? 其實你剛才所說的過程是由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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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你是做很多市場研究出來的,還是因為你的興趣開發的呢? 其實大部份都是基於自己想做的事 譬如做Factive這個護膚品牌是因為 那個契機是因為我以前不使用護膚品 但是你知道在冬天的時候你女朋友就會給一些護膚品用一用 然後那些很貴的 然後身為一個讀理科的人 拿起東西當然是調轉看一看那些成份 看一看標籤 然後我發覺原來現在這個護膚品牌 我覺得有些很不健康的位置 它好像只是玩市場的市場 那些成份很多都很普通簡單 它又不將它透明化 香港其實很多護膚品連成份標籤都沒有 因為香港不需要一定有成份標籤 因為沒有標籤,透明度低,有很大的標籤 基本上好像 就是一個理科生覺得這樣不合理 然後就覺得不如我們做一個品牌去扭轉這個護膚品牌 Factive就是有效成份和科技 然後將一些原材料以一個合理的價錢去給人 就是一個這樣的想法去做 那你說中間條路很多的改變是 很多都摸著石頭過河的 做一下細菌就發覺原來細菌做一些DHA的成本完全不行 然後試試海藻 海藻做一下DHA 然後發現原來海藻有些天然的成份是幫助抗炎的 所以就打算發展濕疹線 發展濕疹線的時候 就知道濕疹項項要幾年之後又要臨床才可以推出 我們不如先做一個護膚品牌 所以這些東西是好像這樣 我們說Steve Jobs說 你只可以回顧地聯繫線 你不可以向前 你只回顧就會覺得這一點連去這一點連去這一點 但是你在現在對著未來只是向前創 其實你剛才說了一件很有趣的就是 有很多人都覺得理科生是沒有東西做的 理科生是一個很弱勢 又或者是拿刀、黑食的工或者是縱服 但是其實你講了一個很同意的項目 就是你講了一個項目很同意的就是 其實理科生是很有能力的 因為譬如你這樣說 你拿起那個化妝品 你反過來看看這些成分 你是大概都知道大概是什麼 不會是一些很遙遠很抽象的東西 或者是你知道是值不值 那樣的成本是什麼 那這樣東西其實是理科生才能做到的 我覺得其實讀科生的知識當然都重要 但是其中一個訓練到我的是一個科學的心理 就是怎樣用科學角度去看一件事 即是就算不是說看人類的標籤這些東西 就算你接觸一個問題 讀科學的人的心理是比較不同的 讀科學的人知道有一個問題發生的時候 你要根據一些觀察 做一些意識 之後要有方法去測試它 測試完之後 有一個 feedback loop 就是測試完哪些工作 哪些不工作 就回到去改善你的意識 然後你最多最後去解決問題 不是亂試 我覺得這個是讀科學的一個對心理很有 Marco 你真是很完美地幫我帶了去 我今天想說的最後一個point 也是一個廣告 就是在下個月12日 其實我們理學院 成大的理學院 會有一個talk show 也是online的 其實都是為了今年DSC學生的一些talk show 叫你找到吃 他有三個講者 我主持 不用多說 就是我 這個就是我 然後我們請了兩位朋友 其實他們說的一個point 在我們原本約他們聊天的時候 他說了一個point 是Exactly Marco 你說的一件事 有一個朋友 叫做Anthony 他現在就是一個 找工的platform 的一個CEO 他也是一個創業者 他就是專門幫人找工的 以及他是一個 應該是香港全港最大的 找工網的老闆 他就說 其實讀理科的人 找工容易 很容易 還有理科的畢業生 人工是高於不是讀理科的人 然後我就說 不要開玩笑 每個年燈的人都說 理科是中伏的 黑食的 但是他就說 如果你看數據 完全不是這樣 有很多老闆是故意聘理科的學生 就是因為Marco你說的這種 理科的思考清晰 這樣很有趣 我們12號還找了另一位 就是一個化學家 Marco不知道你有沒有聽聽 一個化學家 在香港讀書 從香港小學到中學 讀大學博士 一個香港教育制度的產品 但是呢 他是世界首席的野金師 這個工我猜 並不是一個很窄的學業 哪有人聽過做野金師 是練金 他會跟他們說說 只要你對這件事有熱誠有興趣 其實你有什麼工出路 那怎麼辦呢 野金師是沒有這份工的 但是他就做到 就是因為他愛他的化學 所以做到他想做的事 那我們希望如果大家有時間 那位同學可以密切留意我們的網站 但是我們現在還未做到一個連結 都是在Zoom的 那我們希望11月12號會見到大家 那我們過了一點 不好意思 補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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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沒有人知道 做電競 即是打機可以做電競 所以十年後 可能到你們出來的時候 是做什麼 我們完全不知道 未來是你們的 是要你們自己就會找到 但是你們怎樣去找到 就是你們相信自己的 這個 你覺得這件事實在便試一下 譬如我們記得他們的列項 其實這個列項是我們自己的網站 那裏 那些人就說 做老師 現在越來越少學生 很多學校殺校 很少班 不如不要做 因為沒有前途 但是這件事 會不會真的 好像用這個所謂的現實去控制自己 你永遠想不到 去年的今天 我們永遠想不到 我們要在網上做明信息日 是不是 無緣無故的一場瘟疫 是改變了很多人的一生 那就是未來我們 無論發生什麼事是控制不到 我們控制到的就是我們做事做得最好 為我們的興趣 用我們的熱誠去做一件好的事 那這個就是 我們想說 我經常都跟學生說 Marco 人生是什麼呢 我覺得人生就是 其實我也是看回來的 人生是大鬧一場 然後趙趙離開 那就是看你怎樣大鬧一場 怎樣去做一個 活一個滿足的人生 就像Marco你這樣說 人生是沒有意義 那個意義是你自己賦予 是不是 講了 我們Information Day 講了變了講人生 那我們不如就講到這裡好不好 大家 各位同學 如果是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 好 再一次多謝Marco 白王之中抽空 跟我們聊一聊 我很多謝大家抽空上來這裡 如果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去我們的網站 我們有一個 Enquiry的E-mail 那你寫那個E-mail 你可以找到我的 那我又可以找到Marco 所以其實這次都不是 最後再見的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E-mail補充 如果是沒有問題的話 再見了 Marco很多謝你 All the best Thank you 保持聯絡 拜拜 各位同學 拜拜 拜拜